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在我国古代,皇帝的皇宫标准配置就是三宫六任七十二妃,统称后宫加历三千,总之就是皇帝的女人有很多。 在这么庞大的后宫女人中,难免会有嫔妃犯错误,或者激怒了皇帝,但罪幼稚于死,于是就有了冷宫的惩罚。 一旦有嫔妃犯错,或者是让皇帝很生气,就会被打入冷宫。 一进入冷宫,也可以一辈子就完了,也可能再次被皇帝宠爱,走出冷宫。 所以冷宫,就是古代时,后宫最为害怕的地方了。 古代妃子被打入冷宫后,太监为何争着要去当差? 原因很现实,一般来说,被打入冷宫的,是皇帝曾经的妃子,这些女人都是有背景的,只不过后来宫斗失败,或者得罪了皇帝。 这种女人杀又杀不得,一是她们娘家的势力也很大,二是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婆,所以只好打入冷宫,相当于把她们终身囚禁。 这些失去自由又没有权利的妃子,大概是永远都没闲鱼。 翻生的机会了,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监,争着去伺候呢? 太监们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,冷宫里有水带着呢。 不管是妃子打入的冷宫,还是皇子门禁闭的逍遥宫,也不管是宫内的北三所,还是宫外的安乐堂,冷宫的性质其实就是皇庭内部监狱,里面关着的都是曾经高高在上的主子。 正常情况下,她的餐饮标准是低等下人,跟你差不多,老是关在小黑屋里,要想改善生活,补充维生素地,加强营养,除了通过你,别无她法。 她的亲属也可能拜托你烧给她一些营养品什么的,或者干脆让你烧点钱给她。 所以太监们去那里都是为了衣己私欲,毕竟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会获钱财过不去啊。 太监们也都是看中了这一点,把那些冷宫中的嫔妃身上的金银珠宝,全都拿走了之后,就不再管他们死活了。 在皇宫中就是这么残酷,不要以为只有后宫的嫔妃之间会互相争斗,皇宫中的人与人之间都是那么。 现实啊。